自行车没的安全帽将开罚300块 另外改装电动自行车最多可罚5400 在都市巷道或向前窄路 最高速线将从时速40公里降为30公里 超速最高可罚2400块 国庆四天连假快到了 高铁第一波加开174班的加班车 热门时段几乎客满 高铁宣布将在加开第二波加班车 有6个班次从9月28号凌晨0点开卖 经济部再推节能家电大力多 购买一二级能效的瓦斯炉跟瓦斯热水器 每台补助1到2000块 补助总额上开5亿 从10月1号起到明年3月31号为止 现在到日本去旅游 刚好是碰上了品尝雪蟹的季节 日本的沿岸这个月开放雪蟹的捕捞 有餐厅就干脆推出了雪蟹吃盗饱 要满足喜欢吃螃蟹的老饕 日本海沿岸雪蟹捕捞在这个月正式解禁 东京银座的海鲜餐厅也立刻推出产地直送吃盗饱的服务 穿烫后的雪蟹限时90分钟吃盗饱 只要3400块日币不到1000块台币 蟹壳当晚直接放上火炉煮蟹肉和蟹膏 还有雪蟹炒满蒸 雪蟹可乐饼和雪蟹烧麦 结尾将白饭放入蟹壳里 浓缩了蟹肉跟蟹膏精华的杂炊 趁着吃超满足 目前雪蟹解禁的区域包括岛根县 鸟曲县 冰库县和福井县等六个县市 到当地的渔岗还可以品尝到刚捕捞上岸最新鲜的雪蟹 肥美蟹脚放入冰水里冰镇一下就可以直接放入口中 还可以到鱼市场看拍卖大会 雪蟹按照size的大小整齐排列 铺满地板就像是红色的地毯 超级壮观 料理人在采买完新鲜的雪蟹后 马上送到隔壁的鱼市场用盐水煮蟹 新鲜的雪蟹煮过后甜味更加强烈 想要吃到饱三天前就得预约 今年日本雪蟹补货量跟价格跟往年差不多 民众若计划最近赴日旅游可以趁机品尝这当季的鲜美滋味 记者综合报道 南韩三星集团的公主李富珍在2014年 肃请和前夫离婚获准 但是财产怎么分桥不拢 南方一度要求要分1.2兆韩元 折合台币360亿的赡养费 不过今天法院二审的判决出炉 李富珍只需要付台币3.6亿 但是仍然代价不小 三星集团长公主李富珍和前夫任幼宰的离婚官司 从2014年打到现在还没落幕 26号法院二审宣判李富珍需支付前夫141亿韩元 相当于3.6亿台币的高额赚养费 相较2017年一选的结果几乎翻了一倍 当时分到台币2.3亿元 前任赴马还是不开心 坚持要拿到台币324亿的天价赡养费 同时还想抢夺小孩抚养权 法院表示这段期间李富珍的财产增加 任幼宰多出的缺失债务 综合各种状况决定提高南方可分得的财产比例 不过子女侵权及抚养权依旧判给李富珍 这样的判决结果恐怕都无法让双方满意 这段感情曾经惊天动地 17年前李富珍因为当义工 和继承的任幼宰相恋 4年还一度闹出家庭革命 本以为经过各种波折 公主与平民的浪漫爱情会有圆满结局 想不到婚后南方经常酗酒 2014年宣告离婚 为了财产还闹上法院 实在让人不胜唏嘘 在加拿大被逮捕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连三天出庭 他穿着价值不菲的名牌服装 戴在这个脚踝上的电子脚疗是非常的强眼 据了解其实这个装置非常的先进 每两秒钟就会更新一次GPS的位置 身穿紫色V领洋装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长的孟晚舟 第一天出庭贵气逼人 纤细脚上除了耀眼高跟鞋 脚踝上的电子脚疗格外醒目 加拿大法院一连八天开庭 孟晚舟第二天换上黑色小洋装 同样露出电子脚疗完全没有要遮掩 第三天才换上帅气衬衫和宽裤 不过要说孟晚舟戴的电子脚疗到底有多厉害 天涯海角无处可逃 电子脚疗可说是高科技改良后的古代脚疗 内置的卫星定位功能 每两秒就会更新一次 精准度介于1.8到15公尺 这款电子脚疗还有语音通讯功能 监控单位可随时跟保试者对话 拥有6公尺防水功能 适应温度从摄氏零下20度到60度 可说是24小时监控临死角 如果有人试图剪断拆掉 电子脚疗也会立刻发出警报 保试者无所遁形 过去也有名人带脚疗夹着女王 马莎史都华因内线交易案入狱 服刑完后也继续带电子脚疗接受监视 闯获名媛派瑞斯希尔顿 无照驾驶被捕期间被判代电子脚疗 被称作好莱坞丑闻女王的林赛罗涵 脚上的电子脚疗甚至能侦测酒精浓度 当你喝酒 它将继续流入你的脂肪 而这器材会被警察和监视 林赛罗涵当时哪都去不了 还被拍到独自在家中屋顶做日光浴 显见电子脚疗的功用 追踪警报再到通话功能 要逃过雨时俱进的电子脚疗 恐怕是难上加难